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毕业典礼没有半个人来参加 你毕业典礼那天也是我毕业典礼那天我有去看你 因为我妈妈做早餐店她在忙所以她不会来看我 我没有要抱怨的意思 我也没抱怨 有人说毕业典礼要举行线上的家长也不能来 还好啦大家都线上的嘛 你国小毕业典礼还记得那长什么样子吗 国小毕业典礼 我知道我们国小毕业典礼的时候在放那个光男的歌 光男 不是光男啦 光年 光年 不是光年啦 巴斯光年 那个童话啦 童话 对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童话那谁的歌 欸 光男 不是啦 谁啦 啊好我忘记了 那个那个 光良 光良 哈哈哈 光良啦 光男 光男 你要不要去光男 哈哈哈 光良啊 光良跟你还怎么唱 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王子 是吗是王子吗 我还是公主啊 是王子还是公主啊 我还是小木偶 小木偶 天使啦 哈哈哈 吴月月说是天使 哈哈哈 你爱跟那个王子 哦 哦 对不起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太老了 哈哈哈 啊你忘了哦 我忘了 哦 张开双手嘛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手污泥 哦谢谢 是不是 对 哎为什么我会忘记啊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因为没有跟着唱啊 呃 应该是因为没有那个旋律 祝大家毕业快乐 想到之前班上有群人 自己决定好要送班到iPad 然后强迫大家一起买单 不出还会被情绪勒索 有时候会真的就是这样 跟少数不同多数的感觉 那买iPad是干嘛 诶 上课用吧 看Netflix 是吗 为什么 给老师看Disney家 跟我们班一样 我们班就送电脑 诶 像当老师那么好送哦 我知道 现在老师要收学圈抖内就对了 哈哈哈 各位同学 那个我们班妹 每个人都会送 都有送一千块 那大家已经决 这一笔班妹呢 班上有34位同学 加起来就有三万四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一笔班妹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选择 一是将钱退回给大家 第二是大家一起 我们可以买pizza 订饮料 大家一起奔着吃很快 第三就是把这笔钱拿 帮我买iPad 我以前是高中和老师 比较不好的人 所以老师都把我当屁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那种 会把iPad送给老师的 没有 如果今天我学生的时候 我和老师的关系很好 我说不定 老师很爱我们 有向心力的班级 说不定我真的会 真的很喜欢他 然后就送他iPad之类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是 因为我以前都是被老师 而且我们以前没有钱签 对 而且我们两个 我们还单亲家庭 两个单亲家庭 好像没办法送 我妈都不会买iPad送我了 还买iPad送老师 没有钱可以吃品干 老师我没有钱签 我们以前高中的老师 是比较喜好分明 就是他喜欢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做错事了 他也就是 啊好啦 嘻嘻哈哈 大家开玩笑嘛 做做效果嘛 对不对 他和老师之间 几乎没有阶级之分 他就和老师就要是朋友一样 好了啦老师哥 好了啦好了啦 好了啦好了啦 够了啦 何必呢 你就是很明显 然后就是很明显 他做错的事情 我也做一样错的事情 就是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和他犯了一样的错 可是他和老师关系很好 老师就说好好啦 没关系啦 大家做做效果 啊他我的话就不一样 老师就是把我叫去办公室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阿琳 我和阿琳就被叫去办公室骂 因为他就不喜欢我们两个 所以 明明是三个人都犯一样的错 可是我和阿琳就被叫去办公室骂 然后另外一个就没事 他就打打打打 嘟嘟嘟嘟 对啊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啊 国中老师不是对你蛮好的 国中老师对我很好 我蛮喜欢我的国中老师 虽然他很凶 他会扁人 而且都扁我 可是扁好爽哦 好舒服哦 就是他扁你是因为你感受得出来 他是为你好 对他是为我好 我是为你好 他就是很明显的 他好是好 坏是坏 我骂你 我打你 是因为你表现不好 你做错事 你不乖 但是你平常我不会用不好的眼神看你 然后你表现好我也称赞你 对你们这些可能比较不会读书的小朋友 不会用歧视的眼神 也不会用歧视的态度对你们 他凶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好 他变乖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他的眼中看你 是不会有那种 那个歧视的眼光 看到蟑螂 看到蟑螂 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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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是中药 诶 想想想想 我觉得高中老师看我们就像看蟑螂一样 然后国中 诶 我觉得小米这比较好 你在他眼中就是蟑螂 还会死死死 还会飞的那一种 哈哈哈 国小的老师骂人生气 放影片说不上课了 有同学骂他只放影片不上课那么好赚 我就在旁边吓傻 啊有凶的人很多啦 我小时候是不会呛老师的呢 我也不会啊 我小时候很乖 然后还被老师打 为什么问他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闹肿了 我们两个闹闹的 不太会反抗啊就算了 我要跟大家讲我闹闹的原因 我有时候 我觉得很大部分我很闹是因为我做服务业 然后我妈灌输我的一个观念 因为我以前我们家是蛮惨的家庭 所以你们就觉得以和为贵 对 又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妈又觉得那间早餐店 然后我们就是从小做服务业长大 然后我你看我姐她国中 国高中就开始帮我妈做早餐店 然后我高中是不是就在帮忙了 然后大学也在帮忙 她早餐店遇到客人 我们也希望说生意可以一直 撑起整个家庭 三个小孩子的学费 客人在遇到 你知道其实你做服务业 你做过服务业 各位毕业生出去之后 可能就进入职场了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你一定会遇到那种 疯子客人或是疯子客户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白白种 那个馆长说 就像进入恐龙世界 你没有出来工作之前 你能接触到的人是什么 你的朋友 就是你的同学 你社交圈是小小的 就像就在学校里面 仅次于学校 或者是你网路上认识的一些朋友 最主要还是因为你班上的同学 但是你进入社会之后 你开始会接触到各种 各式各样的客人或是客户 还有你的老板 还有你的同事 你就会发现 这世界上怎么这么多疯子 怎么那么多蟑螂 这世界上疯子真的很多 很可怕 可是我们做服务业的 就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吞下去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一边吞一边 真的 他就是 你就在想办法 你那个火气整个上来 然后你全身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过 就是你已经气到要爆炸 你真的 你觉得你气到你好像头要原地爆开的那种感觉 通常做服务业都会比较要忍耐 忍耐点超多 他说 他们班上少数 还要大家少喝饮料 吃点心 就是要逼大家出钱 不考虑别人的家境如何 老师不是很讨袭的老师 以前不是 Seven几点是还要贴贴纸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贴贴纸 我很久没有拿到贴纸 然后几点就有星巴克 买一送一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想说 老师的很好 可是大家的贴纸 凑一凑还差几张 差个三张吧 然后我们就 那时候大学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校门口一路走回宿舍的路上 一直在看水沟 然后一直到处看 看地板上有没有贴纸 真的 然后我们就凑凑凑凑 我们就捡到三张贴纸 把它凑满之后 买一买饮料给老师喝 哇 所以能跟老师讲吗 老师这个我们是去换来的 不敢讲 这个有点尺度啊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 真的 你们为了送老师饮料 他没有钱啊 然后就去寻找贴纸 把他贴满 捏捏换到饮料了给老师 跟着Dora一起走 有没有看到贴纸 我觉得很有心意啊 真的喔 不错啊 其实我觉得老师并不会想要我们花大钱 但是那就是太喜欢老师就想要做点什么 那那个比你吃肉的老师呢 我后来看到他都躲他 我超级无敌怕他的 所以你们要送他饮料 没有啊 为什么要送他饮料啊 加蝎药 哈哈哈 我 我要去哪一买蝎药 没有啊 你可以加豬肉在里面 的话加豬肉送啊 然后他说还有好喝耶 怎么办 喔好恐怖哦 不要再谈他了 我们今天谈一些快乐老师吧 Oh,我们要讲快乐的事情 送逼伯 送到张网奶茶 喂 早餐店奶茶 欸我要平反一下啊 之前我有看到有留言在問啊 因為我們家是做早餐店的 對啊 然後我要平反一下 什麼早餐店奶茶喝了就會拉肚子 欸那不是這樣子 什麼奶茶都是彰天線泡的 為什麼會喝拉肚子 是因為人早上剛起來 我也是很敏感的 啊你喝那些乳製品 反正就容易拉肚子 乳製品或冰的 它會刺激你的腸胃 所以你喝完馬上就會想便便 所以他們就會說什麼 早餐店大冰奶喝了一定會拉 所以你不要喝大冰奶 你要喝大熱奶 或是大小奶 大小奶 不要喝大小奶 你是要喝些奶茶還是奶精的 拉肚子並不是因為早上念奶茶 會讓你拉肚子 而是那天你早上一早起來了 然後你身體還剛開機而已 你喝了很冰的東西 或是喝了乳製品 刺激到胃 腸胃 你就會想 肚子就會痛痛的 你就會大小奶 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呵 那個老闆呢我愛一杯大小奶 hehehello 呵呵呵 hello 欸還是今天 就 Pedos 你要大杯還是小杯 欸還是今天那個啊 今天來講早餐店啊 好啊 那既然我分享一下 早餐店的東西好了 早餐店 我以前也在你們早餐店打工一陣子啊 不iven的要死 對啊 你一直罵我 啊 可是rei 你把我罵得跟蟑螂一樣 為什麼是蟑螂 我就很像蟑螂 我被唾棄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 每個人都屬於他自己的地方 小美就不適合早餐 因為小美動作很慢 她動作是慢慢的那種 早餐店就是一個 講求速度的地方 如果不講求速度的人 你們上班就會遲到 我覺得我講話速度算很快 講話速度很快 對 講話速度很快 所以我們大腦思考螺絲也要很快 我們算錢也要很快 我們以前坐櫃台 然後我們都是那種三明治瞄一眼 就知道三明治在這個多姜多少錢 這個三明治在這個大多姜多少錢 你那時候我算數 我每拿到一個餐點 就是譬如說漢堡來到我手上 我準備要打包了 然後我就會看著那個漢堡發呆 漢堡多少錢 然後我就轉過去問你姊姊 漢堡 然後你姊姊35 喔喔好 對啊 然後小美算數又很爛 然後我一定要拿計算機在那邊按 可是在按的時候 你馬上就焊眼了 就小美拿一個35塊的漢堡 然後大杯豆漿15塊 然後他就這樣子 漢堡35 豆漿15 這樣一共是那個 這樣是多少 所以35加15等於多少 35加15真可能是50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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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對啊小美有個數學很爛 所以妳和她做早饅店你會作者 妳和她一起做餐飲業 妳會頭很痛 我只能做那個收工的地方 打掃環境 黑両弟 還有開那罐頭 黑両弟 剛開始小美會來幫忙 后来我就说你不要来好了 帮到吗 小美她不适合站前面 我适合站后面洗碗 小美她慢慢洗碗 不然你来讲一下 你以前做早餐店遇到一些有趣的事 遇到有趣的事 我想到一件事 我们早餐店都会请员工 我们有时候都会跑外送 我们就会外送医院 因为有些医学院 他们都会上课或是开课 他们会开早会 开早会 然后他们就会一早会的 所有人的早餐 他们会一起订 对然后早餐都很大栏 我们就是一栏一栏送 然后总共有三大栏 然后我们都要用推车 去推到那个医学院里面 原本都是我在送 我在负责外送 就东西弄好了 我就会开着车 把早餐店几百份的早餐 送到 一栏一栏的早餐 对 我那时候就是三栏 我们就会装在推车上面堆起来 然后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送 送很久 然后有一次我就和那个员工去 我在找停车位 然后我就说这次 这三栏先推进去 然后就好 然后推推推 这时候他就逼捕了 他就把早餐砸了 对 他就推推车 因为我在找停车位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好没问题 我送 我也送好几年了 我做早餐做七年了 我用这种外送模式也用好几年了 可是他可能不习惯吧 他就失控了 他就推着早餐 然后失控 然后就 然后踩到香蕉皮 逼捕 然后早餐滑走 然后几百分的早餐就整栏 然后加上饮料 好几杯的饮料全部放在那个医学院里面就逼捕 他就说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说 怎么办 我就说我回去拿东西来处理 我就跟医院里面的人介绍把铢把什么的来弄 然后他就跑回家了 他就直接回家了 他就直接回家了 他就高歌离喜了 他就直接回家了 东西还是要补嘛 虽然翻倒了 但是还是要补 所以我就马上就跑回去 我就稍微处理一下 可是因为他们要上课还是要吃东西 我说我先回去一下 不好意思 这边我等一下会回来清 因为满地都是奶茶 豆浆红茶那些 然后我就回去店里面 然后我就说 那个员工怎么 他不小心打翻了 那个员工咧 然后他就说 他没有回来啊 我说他不见了 他说他不见了 然后我妈就打掉 问那个员工在哪里 然后他说他跑回家 我就说他回家干嘛 你打翻了 你打翻了一百多份早餐 然后你跑回家了 我害怕 谢谢喔 喂 谢谢你 那重点说他比我大 啊 年纪比我大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拿了很多 清扫工具 然后去那边擦奶茶 喂 然后很多早餐都浪费掉了 然后我之后把他全部拿回去吃 好香喔 好香喔 那个蛋饼汉堡都沾到那个饮料了 在地美食 他掉地板上了 这在地美食欸 然后还有一次 那时你打电话给我跟我说的 嗯 你说 有那个通气饭去你们家 哦 在那边买早餐 对啊 其实我有一点忘记了欸 那我来讲述好了 因为我还记得 你那天就打电话给我 啊我在上班 你说 啊我说怎么的 或者你就很兴奋跟我说 今天早餐店有一个通气饭来买早餐欸 我就说 蛤 怎么会有通气饭 他就说 他就先来点 他就点了一份蛋饼 然后跟一杯饮料 他就站在那边等 啊没多久他就说 呃 他就很慌张 就说我等一下来哪 他说我等一会退 对啊他讲台语嘛 他说我等一会退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因为我们很忙 所以我们不会去注意到他什么细节 我只知道他在 他就说 我要一杯豆浆 然后一个汉堡加蛋 然后他就原本在那边等 然后一边就 只是站在前面 霸台前面等 然后我们在做东西 然后他突然就这样子 我等一会退 他说完这句话 然后马上就转身就跑 然后我们就啊 他怎么不见了 他怎么跑了 然后没多久警察就来了 然后他就说啊你又不会看到谁 然后我们就呃呃 啊有啊 啊他跑掉的啊 然后客人就说 啊一起通漆饭咯 你就问你妈妈说 啊早餐怎么办 早餐才在这儿 然后你妈就说 啊不然今天放着 看他等一下会不会来拿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 他的东西做好了 啊你们就一直 登登登 然后已经都打烊了 已经在整理了 然后就回来拿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通漆饭 那个通漆饭跑掉啊 然后 然后我那个 然后他说啊怎么办 我还问我妈 我问我妈说 啊妈那个那个 他的早餐怎么办 他就说 放的啊 待会可以拿来拿 对啊 然后我就 哦好吧 所以我就帮他装袋了 我还帮他把汉堡和豆浆装好 然后里面放吸管这样子 然后放在旁边 说他等一下回来 然后打一个就是说 他在这边跑回来 我就呃 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们这么有自信哦 呵呵呵 问号 欸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报警欸 想想想想 他然后早餐来说 没有重点是因为 我们知道警察在抓他了啊 啊他跑掉 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 对啊 啊怎么抓他啊 对啊 啊他就是警察 已经在抓他 我们就想说警察去抓啊 那他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妈也不敢 我妈也不敢说 诶 诶 你不能找我 你是通缉犯 呵呵呵 我觉得我妈也不敢讲 他有付钱 有啊他有付钱欸 他付 呦 很无聊 哦 诶可是我现在仔细想 我们这样一讲 我就觉得好像当时应该要报警 诶 当时我可能吓到了吧 通缉犯不一定是恶迷糟张的 没去开庭也有机会变通缉犯 对啊 哦真的啊 没去开庭也会变通缉犯 还说到通缉犯 我就想到那个 很多店面 那个柜台都会 霸台上面都会放那个 爱心零钱箱 对 因为我们家零钱箱有被偷过 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早餐店 其实很早就开了 我们三点多 就会去早餐店帮忙 就会准备去开早餐店 然后到五点开始正式买 因为附近有医院 所以很多老人都习惯早起 有一次四五点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准备嘛 因为我们五点半正式营业 嗯 我们四点多的时候就准备 哦要准备了 我妈就会下很多萝卜糕啊 放很多热狗 煎很多蛋啊 然后准备要包三明治 然后我在煮饮料 就有一个老人来点餐 然后我就说 哦来来来 然后我就先跑到柜台 他说阿伯 你要什么 我说 一个蛋饼啊 然后一杯红茶 然后我妈就说 要等一杯 要等较久哦 煎台 上面都是料 煎台 上面都是料 我妈要把前面第一批用完 才可以煎他的蛋饼 然后说喝了喝了喝了 然后我在忙我们的 我们因为刚开店都很忙 我们两个人而已 他就默默的就晃啊晃 他死而死而去 对啊 我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很笨 我真的很笨 因为那个柜台 我们的零咸箱 放在柜台上面而已 对 而且我们有粘哦 我妈有用双面胶 就是厚的泡棉 厚的泡棉双面胶 把它粘在桌子上 让它不会晃 而且我们那边 因为很靠近医院 很多医生都很有爱情 他们都是一百元 一百元五十块在投 所以里面有三四千块 那个零钱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零钱箱就是 会有爱心公益团体来 然后就说 你们这边可不可以 给我们放零钱箱 那我们一段时间 后来会来收 然后我们就说好 我妈说OK啊 没问题 我们就放那个零钱箱 然后有些医生来 找的钱都是丢进去这样子 然后那个里面钱 就堆得很多很漂亮 然后我觉得那阿伯 就是看到里面 都有一百块的 还有五十块很多 就觉得寄于里面 都要紫叉 对对 里面紫叉很多 他已经寄于里面的浅钱 他就剪成香要飘出来 比早餐还要香 他就趁我妈和我在忙的时候 他就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没有注意到 我可能转身 因为吧台前面是零钱箱 我们在街上 可是我转身后去 是三个瓦斯鲁 我在后面煮东西 然后他可能趁着 我和我妈都背对他的时候 就开始拔那个零钱箱 然后东西好了之后 我就包包包包给他 然后就说好你的好了 然后就谢谢谢谢 然后他就一拐一拐的走掉 一拐一拐一拐 然后怕弄出声音 他就上摩托车 然后就骑走了 我就谢谢 拜拜 然后我就站在原位 然后因为 零钱箱 我站在吧台的前面嘛 正常来讲 零钱箱应该在我的右手方 他就在我正前方而已 右前方 然后他就不见了 我就 哎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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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说 那个零钱箱 零钱箱没了 妈妈说什么零钱箱 怎么没了 我就说我不知道 零钱箱不见了 那怎么可能 零钱箱不见了 而且因为我们有黏那个泡棉啊 所以他被撕掉的时候 那边很明显就一个正方型的痕迹在那里 我就说 零钱箱怎么不见了 我说 他什么时候不见了 哎 然后因为我们早上就没有装监视器 我就去掉监视器 结果我就看到 那个阿伯把他拔走了 对 我们两个背对他的时候 那阿伯就抓到那零钱箱 他一直咬 哈哈哈哈哈哈 咬零钱箱 对然后 他拔下来的瞬间 他就把他夹在两只脚中间 然后他穿很厚的那种 那个飞禽夹克 然后我 我没有注意到他脚怎样 他就把他夹在两只脚中间 然后就 嗯嗯嗯 一欧一欧 然后我们两个都没发现耶 那个来收零钱的 我就跟他说 我们以后这边不要放了 我 然后我就 我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一直诅咒那个阿伯 哎 对 对啊你总可以托人家那个要 喝大冰奶烙赛 哈哈哈哈 我诅咒你喝大冰奶烙赛啊 哈哈哈哈 哦 对吧 那就是我 以前 以前早餐店被偷零钱箱的故事 喂 那你觉得这故事怎么样 这故事好气啊 哎 哦 然后还有 还有一些奥客啊 以前我会遇到一些 比较白烂的 他买了早餐嘛 对不对 嗯 然后他说来一千块找给你找 我说好没问题 然后我就翻 然后四张 四张一百 一张五百 然后加六十块 来那个九百六十块找你 他说好谢谢 正常来讲 他当面点亲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他说好谢谢 然后就走了 然后隔天 一样的时间他来说 那个弟弟啊 你昨天 我给你一千块找 啊你 你没有找我九百块 我就 蛤 啊 我就觉得他你很奇怪 你要嘛就当面点亲 你当面点亲 没点亲就算了 你要嘛就是 你出去马上回来 你过了二十四小时 你就离开了 然后过二十四小时来跟我说 我没有找你九百块 啊重点是说 我很确定我有找 然后他就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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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一副要闹色的样子 然后我妈就把九百块给他 我就很生气 我就一直跟他举与力争 我就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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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这就是我们早上店会装监视器的原因 我们那时 那一次他来吵的时候 我们早上店还没有监视器 他就是说 有有 你有你有你有 你没有给我九百块 我说 我有给你九百块 你没有给我九百块 啊 我有给你九百块 然后他就说 啊不然你是怎样 啊现在是怎样 然后我妈就看他 好像要押起来 我就说 啊喝喝喝 喝喝喝 来来来来来 九百块给你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 我好像是智障一样 我好像被当白痴 拿大兵来剖他 我就 我就很生气 我就 我就觉得我很委屈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在那边耍白蜡 我们还要赔他九百块 他好像拿我来赚钱 他拿到钱之后 还在说 啊你后要注意啊 然后找钱后 都 都没在认真啦 我就 我就想杀我的头 我那个气到头快爆炸了 你知道我整个脸应该变超红的 我觉得我那个当场原地要自爆的那一种 那次我就跟我妈讲我很生气 然后我妈就说 不然我们就在吧台前面装监视器 而且 我每次在做餐饮夜的时候 我很生气 我们早上店都是会穿围裙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我就会很生气 我就会脱围裙 然后用力甩 就是我很气到 我气到 我就会跑到后面的厕所面 然后把围裙脱起来用力甩 嗯 不做了 气死我了 我 我再也不做了 然后冷静下来之后 那个我妈就会说 啊爸学生啊 很忙啊 客人很多快就会帮忙 我就哦好 然后我就把围裙卷起来 再盛起来 然后打蝴蝶结 一堵 然后再出来 哎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你已经很气了 然后就 哎不好意思 需要什么 啊啊他是 啊 哎 然后有些熟客嘛 对对 哎今天一样 萝卜糕 红茶 哎对 好 哎呀大杯的哈 对 而且说到我们说到那个 你知道我们做餐饮夜啊 就是很多熟客人都是买习惯的 他就是真的吃两年都是吃一样的 他每天呢就是一样 对 萝卜糕红茶 那今天一样 对好 然后都很有默契 啊可是有些客人就很夸张 有些客人就跟你装熟 嘿嘿 他就是那种两三个月来买一次 哎 弟弟 哎 一样啊 然后我就说 呃不好意思 那个 你要什么 他说 啊 你不记忆 我怎么不记忆啦 啊 我都同样啊 还没这么等 然后还一杯红茶 我就哦 哦 我两个月前刚来吃 我就蛤 哈哈哈 啊你怎么不记忆 哦 哦 哦 对我一天很多客人 我帮我帮你拍张照 我连在吧台 哈哈哈 我在扫脸有没有 你扫脸 那个脸扫下去之后 韩包的 韩包加单红茶 我帮你拍张照 然后写 韩包加单红茶 然后贴在柜台 对啊 而且就是做久了之后 都会都要会认脸 对啊 你那时候来帮忙的时候啊 你都会说要认脸 就是说哦 那个谁大概都吃怎样 他的钱大概是怎样 他坐在 而且他都固定坐在某一个位置哦 对 所以就等于说 那个位置就是 他结账金额多少 然后就记不起来 而且那是哪一桌 像是有些客人都固定 然后他都在喝红茶 所以他走进店面那一刻 我就会先开冰箱 拿杯冰红茶 放在他的固定座位 他就嗯 谢谢 哦 你看这就是 专业 那个SOP就是这样 他走进去 我们跟着上前 然后他坐下的那一餐 那红茶已经出现在桌子上了 他走进来 然后他坐在一排一 第一排第一个位置 然后我就会拿一杯冰红茶给他 他说今天一样是 那个起司蛋饼吗 他说对 好 起司蛋饼来了 就是你知道那种行云流水感觉 就是做餐业会让你就很沉重 会非常的舒服 对 很顺畅感 对 小米来的时候就会非常不舒服 哦 对不起 做餐业很忌讳 你们的同事可能是新人 也许是新来的 或者是他可能动作真的比较慢 生产线上面是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 哦 做汉堡的做汉堡 做土吃的做土吃 做铁板面的做铁板面 泡饮料的泡饮料 然后煮汤的煮汤 大家都是包东西结账的人 还有出菜的人 端盘子的人 擦盘子的人都非常 还有洗盘子的人 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在做 而且是很顺畅 然后小美这时候一个 三十五加十五等于多少 这个汉堡多少 当机 这个要怎么弄 然后你觉得啊 然后东西全部塞在那里 然后就说好出餐 这是哪一桌 那个小美 小美这个汉堡 这个汉堡帮我出 然后小美就走出去 然后过了三十分就走回来 这是哪里的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可以问 像我是不是出去 我就是出去说 汉堡蛋不好意思 汉堡蛋谁的 然后有个人就举手 不好意思 汉堡蛋来了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补单说 刚刚这个汉堡蛋是二排二的 这个汉堡蛋里面还有一份小鸡块 还有一杯红茶 所以等一下 小鸡块红茶也是二排二的 然后小美就 哦好 然后等一下小鸡块再好了 那个小鸡块是谁的 二排二 所以那时候他因为做 小美来做早天店 然后就讲到有点 他就有点 你都一直骂我 所以小美后来就会说 我不要做早天店 我有恐惧症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小美 他不想做早天店的原因 因为他懂 啊我就记不起来 而且我数学很烂啊 哦 所以 所以我只能洗碗 擦擦地板 是不是因为我在早天店一直骂你啊 对啊 啊因为我很 我自己知道我很ㄎㄧㄤ啊 啊我就帮不上忙嘛 啊你们要我帮忙我就帮 可是我会帮到忙 哦 Ari Chen 谢谢导内 她说小美这种餐集 会不会同事电报好嘞 对对对 我就真的啦 就每个人都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小美他不会做餐饮 但是他很会做设计 然后很会做窗口 应该说我会煮饭 但我煮的很慢 哦对 小美是一个会煮饭的人 但是他煮的很慢 你煮饭是不是要煮四个小时 哎 如果前面什么都没有 要备料 从买菜 然后备料 然后放到餐桌上 要让你吃 差不多三个小时 可是如果有瓦斯鲁会快一点 早餐店尖锋时段真的跟正常一样 没有没有 不是说早餐店 应该是说所有的餐营业 尖锋时段都跟正常一样 很恐怖 对啊 等那些等餐的人等到不爽 就会发脾气在你们身上 啊你们出餐也会出的很不爽 然后就互相不爽对方 像我们刚刚说的啊 我们会认客人的脸啊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认客人的脸 所以有时候会很失落 就是你会固定那个客人会那个时间来吃 因为他 他们上班会出来找东西吃啊 啊可是因为人总是会吃腻的时候啊 平常都 他可能连续两三个礼拜都吃我们早餐了 然后 我们在马路上嘛 他们在 他们一定会走路经过早吃的啊 然后我就看到他了哦 哎 是那个总会三明治加奶茶的 他经过了 然后他走走走到我们店门口 结果他 他没有要进来 我就 啊 哎 你一样是种 然后他就走掉了 我就哦 哦 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 你都知道他吃什么 他都固定吃总会的 然后他就他直接没走进来就 他今天去吃别人家了 你也难过 对 然后还有什么啊 我早餐店还有什么回忆 我想一想啊 做早餐店很容易吵架 所以我觉得哦 我们家因为是全家 以前是全家人一起做早餐店 包含我姐我妹还有我和我妈 是大家一起 帮忙做早餐店这样的 可是我觉得哦 家人一起做早餐店超容易吵架 应该说家人一起做餐饮业 因为餐饮业什么都要快 什么都要很急 那你人一急 心情就会烦躁 你心情一烦躁 就会想大小小 然后大小小就会 就会大家口气就会不好 然后一个口气不好 其他人就会 你是在大小小 然后大家就会很火爆 然后我离开早餐 我以前真的脾气很火爆 小美也认真说 超火爆的啊 我以前很凶 动不动就生气 那你以前为什么会喜欢我那么凶 我不喜欢你这么凶啊 然后我是自己出来 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凶我 那你就说我不要做早餐店了 因为我做早餐店就一直被你凶啊 那我想努力 可是我又努力不起来 然后小美 所以后来我和小美自己出来 我自己出来创业啦 然后创业一年小美也加入我的团队 然后我的脾气就真的慢慢变圆滑起来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子 比较没那么易怒 对比较没有那么易怒 然后我可能 回去和我妈 他们吃饭的时候 可能我妈妈和我直接还是习惯吵架 就是他们在早餐店已经蛮习惯了 我就说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已经下班了 我知道以前我们全家真的都是这样 那我离开早餐店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们家里面对彼此的态度 不应该我们上班 那个态度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大家很忙很急很累很烦 但是下班了 我们现在就是家人不是同事 不是老板和员工 我们就是应该用家人的态度对家人 有时候我妈妈就是可能在跟我直接讲 转不过来 对她就跟我直接讲话就说 没啦 那你这样啊 我就说妈妈 那个我们已经下班 你其实可以好好讲就好 可是我觉得我妈也变了啊 我觉得她也变得比较 越来越圆滑了 对啊 人老了都会慢慢变圆滑是真的 以前是真的很凶 以前做早餐店的时候脾气真的很不好 讲一讲之后 我就大概能体谅 为什么小美会不想做早餐店 而且我们早餐店没休假 这是重点 对啊 我们早餐店以前 你又不是说休周休二日 你是 我们一年休三天 你们一年只休三天 对我们早餐店一年休三天 我们只休初一初二初三 所以你们是从礼拜一做到礼拜天 再做礼拜一再礼拜天 你要想象一下 我在早餐店做七年 我这七年来只休了二十一天假 你敢信吗 嘿嘿嘿 真的 我做早餐店真的是很累 小美可能一想到 未来三百六十五天里面 每天都要听你们吵架 对啊 然后还在那边算钱算不出 还要每天算汉堡加豆浆 到底多少钱 多加一块蛋 蛋量加多少钱 我以前是真的很想 蛮想接我妈的早餐店的 有啊 因为你就觉得说 好好做也不会不好嘛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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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算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做早餐店 你不敢跟我结婚啊 对啊 我那时候蛮想结婚的呢 对啊 我那时候就是小美 我那时候就想象一下 我要不要结婚 蛤 然后我说我不要 我害怕 哦 我不要跟你结婚 对啊 我们结婚要做早餐店 还要算 还要算汉堡和豆浆的钱 然后我早餐店 你一直骂我 哦 你一直 哎呀呀呀呀呀 女人 你也说你为什么这个也不会 我就会 一 哦 哦 我算不出来 后来没做早餐店就结婚了 哦 哟 哦哟 哦 好啦那就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店回忆录 有机会请陌生人来拍早餐吃到饱吗 其实我 我觉得早餐店应该就是汉舞分开 像我都不会跟 人家有些人就说 哎 爸 以前做早餐店是什么 我就我都不太敢讲 除非我今天就回去 跟着我妈说 那个 妈 我要把早餐店 卡帮改成爸 兄弟小美的 微微叫早餐 微微叫早餐 微微叫大冰奶 微微 里面 里面是在卖那个 小美煮的 然后 抢上了那个菜单是大小奶 哈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你要这杯大杯还是这杯小杯 我们有大 我们有大大奶茶和小奶茶还有大小奶茶 请问大小奶奶是什么 中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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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有大杯500cc的大奶 还有 那个300cc的小奶 还有那个350cc的大小奶 嗯 哈哈哈哈 哦 我要中杯的 然后也许我们退休之后吧 你说退休之后接 接早餐店 可是你可以接受吗 哎 我去那边就 你怎么还是汗算不好 你 你为什么送餐送做桌了 那个以后 以后就要在柜台前面贴啊 就是 就像新手驾驶一样 汽车新手驾驶 新手老板 就是 这些说新手驾驶啊 或是说 就是麻烦请见谅啊 那我的 我的 我算数不好 麻烦请见谅 我的围裙上面要帮我印 除了logo以外 要帮我印 新手 新手老板娘 新手老板娘 新手服务生 可是说真的 你做服务业很多客人都很凶 对啊 他们都选骂的 我是觉得是因为早餐店要赶人家的上班巅峰期 上班跟上课的巅峰期 我有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耶 那个小孩子进来 然后就很忙了 然后他就点了一份薯条 然后我们就把薯条拿下去炸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我说你不会早点出门 我没有这样讲啦 可是我内心就是 哇 你不会早点出门 就是他们那种压那种线 他就感觉像 然后又点 等那点那个 比较需要等的 对啊 他就7点 7点20来 然后点早餐 他说我今天上课 买买买买 我会说你想起来要上课 小心點沒辦法疫情期間 今年和去年的畢業生其實都是蠻 蠻可惜的就是 畢業典禮可能比較沒有畢業的感覺 嗯 好啦 那就謝謝大家今晚的收聽 好啦 那就祝大家畢業快樂啦 畢業快樂 沒有麵了賣完了 哈哈哈哈 好 好麥麵 大家麥的麵啦